欢迎左电影TVBS2100看世界的晚间线上新闻直播 我是谢嘉荣 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在聊天室留下您对新闻的看法 来跟我们做及时的互动 今天一开始仍然关注的是司法跟政治焦点 这是金华城的容积率弊案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今天傍晚确定遭到积压境界 而靠上手铐也搭着警备车前往了台北看守所 而看守所呢因为过了晚餐时间 特别帮他准备了简单的便当 根据了解他入住的新收房将会有另外两名室友 快步迈开步伐 双手上铐被罚警带上球车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遭积压境界 大批媒体通通围在一旁 高举相机等着柯文哲走出来 听见声音短短一分钟路程 柯文哲全程只瞄镜头一眼 没了早上进法院从容的神情 一句话都没替自己辩解 二次级压停这场生死战 北俭赢了 柯文哲从无保请回到进入看守所后 不知法院外头媒体等候 没想到人都还没到 看守所外延已经聚集大批民众 激动大喊 柯文哲不只坐专车 就怕会被中途截囚 前后还有四辆车包夹 但这样的结局 柯文哲是不是早就预料到 已经预录好影片 想对小草们喊话 接下来按照惯例 柯文哲身上衣物得全部脱光 进行全身检查 确认没有违禁品 个人物品也都要交出来 接着再询问健康状况 确认都没问题才会配防 这回柯文哲入住三人房 但因为赶不上北索晚餐时间 因此有另外帮他准备 简单便当 菜色有香卤猪脚 红烧鱼 蔬菜跟小鱼味增汤 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出看守所 就得看律师有没有把握 拿出更多证据来反击 TPS新闻综合报导 这几天整个司法攻防 可以说是峰回路转 在上个星期呢 柯文哲经过了69个小时的 马拉松市训问之后 被吴宝请回 不过检方呢 在前几天又提出了抗告 那这一次呢 被裁定收押禁件的关键在于 法官认为柯文哲在金华城案 当时明明是台北市长 但是呢 却还是执意通过整起案件 认为这已经违法 还怀疑他有可能会串供 二战击押亭 结果逆转 原本裁定吴宝请回 柯文哲变成击押禁件 被上铐带上囚车 送往台北看守所 北院预知击押理由 认为柯文哲 明知到超过560%的容金率 给金华城一案 已经违反法令 却还是执意通过 以致神庆金或布法利益200多亿 涉嫌贪污图利 属于最亲本刑 五年以上有其徒刑重罪 而且有灭证 及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 而这回二度面对积押亭 新卫高院认定 他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决议发回根裁 陈神法官为了保障 柯文哲的防御权 以第一次积押亭卷宗内容审理 但这回没办法自行离开法院 柯文哲在早上9点多 来到台北地方法院 跟律师一起月卷 大约半个小时完成 而就在下午两点钟 第二次的积押亭也正式展开 第一次积押亭 北院认为柯文哲 不是北市都委会与会人员 无法直接知悉开会情形 自身也没有相关专业 检察官所提示证 还有其他合理解释空间 犯罪嫌疑不重大 无包请回 但高院认为 依照彭正生、朱雅虎 以及邵秀配等人证词 朱雅虎与应小微对话记录 柯文哲被扣的随身物品 记载内容 在参着朱雅虎受雇审庆金的目的 审庆金行贿 应小微犯罪嫌疑重大等等 因此任令柯文哲 有积极介入金华城案的客观事实 二次积押庭 法官认为柯文哲 确实涉案情节重大 裁定积押 同证生可能有针对 金华城隆基律案的一些重点 针对一些关键的时间点 或者说公文是谁签署的 或者说以及到底谁交办 谁放准 那其实都是检调所掌握的新证据 不过台北地院二号裁定 柯文哲无包请回 就是认定他涉案证据不足 北检动作频频 似乎就是要力拼积押柯文哲 但吕正叶法官采用救世证 做法引发讨论 但无论是依据哪些内容来审理 柯文哲依然进了看守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当然法官这次做这样的裁定 背后有很多考量 我们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 不是本案的律师 但具有高度法律专业的 于伟德律师来为我们分析 这次柯文哲从之前的无包请回 现在又变成积押境界 中间转折的关键在哪里呢 请教律师 是 主报好 大家好 其实我客人认为呢 最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高院发回裁定的过程当中 他在裁定里面有特别写到一件事情 就是高院的法官认为说呢 柯文哲应该是有积极介入 金华城等客观情状 那再加上呢 高院法官认为呢 柯文哲不可能全然不知情 因此发回地院做根产 那在地院法官呢 今天在进行审理的过程当中呢 柯文哲又承认了部分的犯罪事实 然后再加上呢 法官认为说柯文哲可能有图立审经金 200亿余元等事项 因此认为柯文哲是犯罪嫌疑重大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呢 法官认为柯文哲这边呢 出去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串供之余 所以最后决定是要将他裁定收押进件 是这样子 好所以刚刚听到律师的分析 其实中间有非常非常多呢 这个复杂的考量的因素 那主要也是因为呢 这一次呢 法官他其实比较特别的是 没有采纳检方提供的新试证 是第一次积押庭的卷宗来审理 而被认为可能是呢 过去没有依规定审理案件 被减息一个月 这期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柯文哲第二次的家庭正式展开 不过在准备程序的时候 其实呢 陈正法官就认为 两兆双方应该要平等 其实在检方之前申请了限制月券 如果呢又参着新的试证的话 等于是突起柯文哲 对柯文哲来说不公平 柯文哲案北检提抗告成功 就是高院法官参佐新试证 认为柯文哲积极接入京华城案 吕正叶避免柯文哲被突袭 保障权益 和抗告原因恐怕有冲突 但会这样做 和他过去经历可能有关系 吕正叶2007年从律师转任法官 曾因为审理八个案件 每依照刑事诉讼法 用传票传唤被告 剥夺被害人倒停陈述意见的机会 片面向被告表达否定告诉人 请求损害赔偿 2013年遭监察院弹劾 月凤被捡20%期间一年 恐怕就是这样 让他更重视双方权益 但参佐旧资料 对于最后的结果会不会有差异 今年其实才有同样的案例 也是由吕正叶审理 国民党议员陈崇文 台治官案涉嫌收汇进千万 遭到生压 北院法官考量被告权益 保障以及维护公共利益 并审着比例原则 衡量没有积压的必要 裁定200万交保 检方抗告成功 吕正叶成审二次积压庭 同样以第一次积压庭市政审理 认为陈崇文为了避免受到重刑惩罚 虽然暂时坦诚部分事实 还是可能在未来避重就轻翻供 甚至勾串共犯或证人为了保全证据 而且是贪污案 确实无法用聚保择负 限制住居来替代改裁定积压禁件 因为法官每件案子都是独立审判 那就算这一件案子 以前有曾经有别的法官审理过 那可能做出不同的结论的情况下 都不会说是自打脸的情况 因为每个法官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跟独立审判的空间 原本无保请回的柯问哲 再战积压庭碰上不同法官 裁量依据也成为话题 TVB是新闻综合报道 好 当然对柯文哲的律师来说 不会满足于这个结果 接下来呢 如果打算呢 要继续的提出抗告 那请教律师是不是有所谓时间的限制 还有您认为呢 柯文哲方面会提出哪些的诉讼策略呢 是的 好的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 当今天的被告收到法院的裁定后呢 辩护人可以在10日内提出抗告 那如果提出抗告之后呢 整个卷宗又会再移到高院 然后会分给另外三个法官来进行做审理 那如果假设另外三个法官在审理后呢 他只会有两种二选一的决定 第一种呢是发回跟踩 如果又发回跟踩的话 又会回到地院又重来一次今天整个过程 那第二种呢就是如果假设高院的法官认为辩护人这边提出的抗告是没有理由的 那就会直接驳回 那如果驳回后呢 辩护人这边是不可以提出再抗告的 好那我个人的假设呢 如果今天辩护人要提出抗告的话 他们要主张的抗告理由 可能是认为说要嘛就是没有犯罪嫌疑重大 或者是虽然有犯罪嫌疑重大 但是没有所谓的积压原因 为什么呢 如果是站在柯文哲辩护人的立场的话 可能会主张说 相关的证人都皆以道案说明 并没有串供之余 所以希望用交保的机会来处理 那除非呢 今天辩护人有掌握其他什么相关的证据 资料可以提供给检方或提供给院方来做参考 来试图说服高院的法官发回裁定之后呢 重新做审理 是以上 好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当然就是现在呢 确定至少呢 他现在是已经被收押了 那我们稍早刚看到的画面是 葛珂文哲已经被送进看守所 接下来在看守所里面 他的情况会面临哪些的这个待遇跟挑战呢 继续请律师带我们分析 是 因为我们以往的经验呢 如果假设今天是收押禁件的被告 当他们进到看守所的那一叉呢 其实预警会给他有一个特别的背心 有的是黄色的背心 为什么呢 他是要区别积压禁件跟一般人犯的不同 那主要原因是在于 如果假设今天一般人犯呢 如果是外人透过一般人犯 进而传递相关的讯息 给这个积压禁件的被告的话 是有相关的风险的 因此如果假设今天积压禁件的被告呢 他穿的是黄色背心的话 他就会让大家都知道说 今天除了预警以外 没有任何人可以接近他 也不能跟积压禁件的被告交头接耳 因此进去他第一件事情 就会穿上一个黄色的背心 让大家知道他是积压禁件的被告 然后再来呢 因为积压禁件呢 他可能会有所谓毒气房 或者是两到三人的房间 但目前确定的消息应该是 他是属于三人房 那换言之呢 他会跟另外两位同样是 积压禁件的被告 在一个房间内 那为什么一样是积压禁件被告 因为呢 同样是积压禁件的被告的话 他们能够接触的都只有律师 也不能跟接触其他人 然后再来呢 积压禁件是禁件 也就是说除了律师以外呢 家属或是其他人 可能都不能有传递任何的讯息 或者甚至可能要送过 送一些日常生活的用品 都必须要透过律师才可以 那以上呢 就大概就是积压禁件被告 在里面的生活 好 所以看来其实在看守所里面 还是有一些蛮严格的规定 必须要遵守 今天非常感谢律师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好那当然呢 柯文哲的律师团 刚律师刚刚有提到 会采取一些方式来提抗告 那这个团队 其实阵容还蛮坚强的 包括我们前几天看到的 震申员 还有一位是陆正义 而现在呢 再加入一名呢 有法官跟检察官经历的肖逸宏 他们现在呢 正在准备相关的证据 那另外呢 检方呢 现在呢 其实也是严正以待 由天下第一组的中组检察官 江玉珍再度领军 来对决柯文哲的律师团 律师团抵达北院门口 走在最后面 顶着光头相当显眼的律师 就是柯文哲新战力 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肖逸宏 这次阵容均强 还有头发有些苍白拖着行李箱 震申员 以及两手提着行李的陆正义 民众当主席柯文哲力拼免收押 再增加律师 而这次的阵容呢 会是助攻还是苦战 外界相当的关注 而另一方面 北检的部分呢 获得再次的机会 这次有检察官江振宇带头领军 柯文哲A级律师团 震申员司法官四十期 曾担任台南台北黑金专组检察官 以及前特征组检察官 根据了解 可能是由立委黄国昌牵线 加上长处在会计金流相关的案件 因此成为柯文哲委任律师 而新加入战队的 肖逸宏电机系毕业学历丰富 还有担任嘉义地方法院法官 以及台北地检署检察官经验 在法界超过十年资历 最广为人知的 就是他在脸书创立的一起读判决 肖律师他有当过法官 所以也许在法官的这一部分的话 那他也可以去补足说 如果我今天当法官 我的心态会如何 会看着什么样子的点 而北检面对第二次家庭 有不能输了压力 由北检天下第一组中组 新任检察官江征玉领军 司法期四十二期的他战机辉煌 曾办过前检察总长黄世民泄密案 赵峰金控案 以及台铁谱优马反复事件 带领检素黑金专股检察官林俊言 办过阿格斯交易西津十九议案 以及司法官训练所五十期的郭建玉 协助侦办过重大贿赂案 大家知道的这个普悠玛的案子 应该也是由江崎长官在宜兰 这边所办理的啦 那是两个案子都蛮有名的 那据我所知 后来的被告也都是被判决有罪 第二回击押亭 双方找来有司法重大案件 相关背景应战 北检带着有力证据 再次出击 而柯文哲的律师团提抗告 替他争取自由 接下来呢 会有几种可能的剧本 假如高等法院发回重裁 那柯文哲会再开积押亭 但是高院驳回的话 那恐怕他短时间内 就无法离开看守所 家庭从五号下午两点开始 检方跟律师展开攻防战 但不管北院的裁定结果如何 一定都有其中一方不满意来提起抗告 这回柯文哲二度进到台北地院开机押亭 最后法官裁定收押禁件 换成律师将提起抗告 要帮柯文哲恢复自由 而案件最后也将送到高等法院 等待高院法官裁定 不服的那一方都还是可以再抗告到高等法院去 那如果高等法院他驳回了这个抗告申请的话 那么案件就会确定下来 那假如高等法院他把案件再发回给地方法院的话 地方法院他会重新做裁定 那这个裁定不管是哪一方 这不服的一方都还是可以再做抗告 也就是说抗告书依旧会送到高等法院 而审判的法官会和上次不同 柯文哲遭到收押禁件 律师会提起抗告 替柯文哲立聘自由 若高院法官发回重裁 及家庭就将再度重开 但如果驳回 柯文哲确定短时间内无法走出看守所 无论如何抗告书都会再次送到高等法院 这轮回恐怕不止一次 因为在前桃园市长郑文燦涉贪案时 早就有先例 我证明自己的清白 郑文燦步出桃园地院的这一刻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因为他在看守所待了一个多月 回顾这场攻防战 郑文燦在7月5号遭到检方声压 当时桃园地院裁定500万交保 检察官当停抗告 高院法官发回重裁 尽管积押亭重开 只有提高保释金 检察官同样提抗告 高院法官再度发回 直到11号第三次积押亭 桃园地院裁定收押禁件 郑文燦的律师提抗告 遭到高等法院驳回 强调不能再抗告了 才终于结束 郑文燦三度进法院开积押亭 却没办法再走出来 这回柯文哲的金华城闭案 检察官持续搜集关键证人的证词 最后台北地院裁定结果出炉 柯文哲收押检方获胜 律师将再提抗告 这抗告轮回 短时间内海无法结束 而现在在金华城案当中 又多了一位关键证人 他是前都发局长林周明 他表示过去曾经多次提醒过柯文哲 假如在容积率上放水的话 是会有法律责任的 另外林周明也加码爆料 他说2018年的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宗 曾经强行干涉大巨弹案 要求更改会议记录 甚至还要林周明直接辞职 2017年时任都发局长林周明 面对议员应小微 直询金华城容积态度坚定 七年后客吻者身陷金华城弊案 林周明恐怕掌握关键证据 其实都有上过内签 也都有跟市长报告 议员爆料连政署找过林周明 而林周明也在政论节目上自曝说 曾用备忘录上签市长更多次在成会公开提醒 入照应小微直询放水 经华城容积 市府恐怕必须负土利法律责任 同时他也把矛头指向日前 卷入客吻者政治现金案的竞选总部财务长李文宗 痛批这件事情 不要把政治两个字放在今天的会议里面 这个是公共安全 林周明指控2018年担任柯文哲市长办公室主任的李文宗 强行干涉大据弹案审议 甚至更改会议记录 对他咆哮要求辞职 不过北市政风处表示李文宗尚无具体违法令 或使远雄屠得任何未来实质可其利益 认为他未构成土利最嫌 而且我看他的资历还蛮有趣的 2014年林周明获邀出任柯市府都法局长 两人曾是好战友 但随柯文哲表态大巨蛋就是要盖 卡丹派的林周明2018年黯然下台 没想到六年后的今天 柯文哲卷入京华城弊案 林周明种种发言难免引发联想 林周明局长有很多很多的言论 或者是他的论调 其实都是冷犯热潮 柯文哲恐怕没料到两人过往恩仇录 在这关键时刻被翻出 可能成为检方寻觅的那块评图 而地院这一次呢 主要是认定柯文哲的市府呢 似乎是自创了20%的容积奖励 所以涉及违法 不过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就质疑了 在监察院纠正台北市府之后 蒋市府的都委会也有开会做讨论 最后认定的结果是 这20%的容积奖励其实是合法的 黄国昌呢就提出一个疑问是 难道蒋市府也算是在配合违法图例吗 不过蒋市府的回应是 到底呢这个20%的容积奖励 有没有合法会尊重最后法院的判定 奖励容积二十跟 这个容积移转是要用钱购买的 百分之三十 四月三十号这天 金华城才开记者会 怒空被好市府霸凌血泪 强调一切合法合规 但议会早就察觉不对 批评科市府花公堂 帮金华城补习拿20%容积奖励 摊开当时依循法令 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说 按照都市计划法第24条 20%的容积奖励中 其中第一来自任性城市 贡献奖励4% 还有智慧城市贡献奖励 以及移居城市贡献奖励各8% 不过其实这些名目都是金华城自提 等于无视台北市土地使用 分区管理自治条例 为什么是用准用而不是用适用 由幕僚小组会议先研议 研议方案以后 再跟专案小组会议来讨论 被执疑科市府独厚金华城 但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只有反击 难道奖励案案也配合违法图理 现在的台北市府 重新开了会的结论是 这20%是没有问题 搬出奖市府都发局新闻稿 在今年1月24号内容载明 针对监察院纠正容积奖励 都委会讨论审议确认认都符合程序 如今北市都发局再表示 是否查看金华城办理过程 是符合都市计划法之程序 只是是否是法将尊重法院裁定 而台北市还要设处改建案 容积率值B1000% 台北市西华饭店 资金人在拆除阶段 未来将改建成地上25层 地下8层的 一共176户的住宅大楼 不当位置就在金华地段 民生东路三段上 容积率更高达933% 监管处解释 新华饭店申请为老重建时 是以饭店原始的容金率 当作基础容积 再加上为老奖励值 才拿到高达933%的容金率 随着金华城一云 高容金率也不免被质疑 TG新闻李昂南 杨佩玉台超报道 而乌尔战争的最前线呢 现在俄罗斯好像在 不只在乌东部分发动攻击 乌克兰西部他们也开拓了一条战线 来看这几天最新的这个战况呢 是他们祭出了飞弹展开东西双线的攻击 是袭击了呢 为在东部的一间波塔瓦夫的军校 造成了超过300多人的死伤 另外在西部的这个利维夫呢 他们一样呢 是发动了飞弹的攻击 那死伤的数字呢 是7死还有40多人受伤 那这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非常愤怒 甚至呢骂了脏话说 要俄罗斯来付出代价 不过他们也不断的在呼吁西方国家 来放宽长城武器使用的限制 那俄罗斯呢 甚至就偷偷提醒了乌克兰说 你这样告诉西方国家 假如西方真的放宽 让你使用的话 得要小心 这等于呢是在 这等于是呢 让西方国家直接参战的意思 可能对整体世界的和平局势来讲 根本就没有好处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才展示着 怎么用欧美援助的防空武器 击落俄罗斯无人机 但马上就有乌克兰军事专家 出来喊话乌克兰防空系统还是不够 而这样的不足让乌克兰再次付出惨重代价 乌克兰中部城市波塔瓦 一座军事通信学校 遭到俄罗斯弹道飞弹击中 俄罗斯这次攻击发生在9月3号早上9点钟左右 酿成至少51人死亡 270多人受伤 气得乌克兰总统直批俄罗斯太过分 立刻就向西方要求解禁长城打击 但是俄罗斯外交部的女战狼发言人 马上就出面警告 西方只要敢批准就适同直接参战 俄罗斯声声恫吓 但是乌克兰似乎早已不管这些红线 要求欧美放宽更多武器权限 那是因为俄罗斯在9月已经一连几天大开杀戒 在9月开学第一天 西府就有一所管理学院附近遭遇空袭 接着是中部波塔瓦的军事通信学校 再来连乌克兰西部都遭殃 俄罗斯在9月4号凌晨袭吉利维夫 又酿成至少7人死亡 当中至少3人是儿童 另外像是苏美以及扎普罗勒 这两天也都在清晨遇袭 这让乌克兰不得不请求支援防空武器 乌克兰外长表示 乌克兰已经尽了120%的力来守住前线 要求军援国兑现承诺 真的是如此吗 前进乌东基站区布格列达尔 乌克兰媒体被眼前景象吓了一跳 一座原本充满绿意 有一万五千人居住的城市在两年之内变鬼城 但是这里仍有乌军第72旅士兵死守 只是乌俄之间炮弹数量太不对等 导致布格列达尔防线又出现新的危机 而且乌克兰在要求外援时 国内也开始多了很多小型兵工厂 像是制造这辆无人战车的公司 就是由前特种部队军官创立的 最远可以在三公里外操作 可以运送弹药和水 也可以用来载运前线伤兵后送 乌克兰希望用科技养出不对称战力 替前线争取更多时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要增加自己的实力 乌克兰还研发了哪些新的武器呢 我们来看看这一款叫做喷火的无人机 它的恐怖之处在于温度高达2400度 可以把人骨都直接给溶掉 所以他们祭出了这样的武器 实际在战场上开始启用 就是希望能够逼出更多的俄罗斯军队 特别是目前呢 在整个俄罗斯境内的库斯克 也希望能够使用这样的武器呢 能够在当地再取得更多的优势 不过整个乌克兰现在看起来 对外的攻击有进展 但自己本身的内部呢组织 好像出现了一些人事大地震 像是呢这个内阁的部分呢 已经有好几位官员请辞 从乌克兰的外长开始 在周三呢他已经正式递出辞城 还有很多人跟随他的脚步 所以累积到现在有六名的部长 已经决定要挂罐球去了 这就引发很多的怀疑是 难道是总统泽伦斯基 他想让自己的权力变得更加集中吗 而且在看起来呢 六位七位的官员请辞 等于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内阁的 这个官员都是处于玄缺的状态 所以让泽伦斯基是不是大拳一把握呢 不过他本人回应这个状态呢 他是解释 政府现在呢刚刚好需要新血 才会出现这样集体请辞的状况 乌克兰王牌部队第三突击旅 最近集中作战的地点就在哈尔科夫 他们宣称在该区取得进展 已经拿下几个恶军阵地 但前线缺兵人士不争的事实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因此同步在神秘地点 成立名为屠杀教室的无人机特训班 光是这里的受训人数已经超过1500人 受训者不只要会操作无人机 还要懂得结合各式武器 乌克兰虽然战斗意志高 却经传要内阁大改组 包含外交部长库列巴 和负责武器生产的战略工业部长等多人 都已经递出此城 现年43岁的库列巴 是乌克兰在国际间知名度最高的官员 无奈请辞前却发生俄罗斯大规模攻击 以及普京访问蒙古 不过泽伦斯基暂时还没批准他的辞呈 电新闻送不到 而在美国的总统大选呢 现在呢大选前几个月 只要每发生一件社会的重大事件 就可能会牵动选情 而这几天呢美国的头条焦点 当然是呢乔治亚州中学的枪击案 夺走了呢其实不少的生命 有四名的私生死亡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呢 这一名行凶的枪手年纪非常小 只有14岁 竟然拿着AR-15的步枪 冲到校园里面去扫射 那算一算呢 这个数字很惊人的是 这已经是今年在美国境内发生的第45起的校园枪击案 显示呢这种枪支暴力 已经变成了美国的学生的一个噩梦 所以我们都知道呢 在过去美国的政治光谱里面 其实呢共和党一向比较保守 甚至跟了美国的步枪协会呢 NFA其实走的蛮近的 而川普个人一向呢也是强调 他认为美国人民必须拥有 用枪的自由 但是呢民主党的贺锦丽显然跟他立场是很不同调的 在枪击案发生过后 贺锦丽又站出来强调 他说呢他们必须一劳永逸的终结美国的枪支暴力氾滥 毕竟半年多 45起这个数字真的无法被接受 也希望可以透过呢 他要对抗枪支暴力账的宣言跟决心 来争取更多选民的认同 几名大座一辆辆警车救护车 十万火机往前冲 甚至出现直升机在空中巡逻 因为美国又发生校园枪击案 美国新学期才刚开始 乔治亚州阿巴拉契中学就发生致命枪击案 学生家长人心惶惶 眼前这名女孩就是枪手的同班同学 她说当时这名枪手原本想回到教室内 却遭到拒绝进入 没过多久她就掉头到另一间教室 开始扫射 警方已经拘捕年仅14岁的枪手Colt Gray 并证实她所使用的枪支是AR-15步枪 更惊人的是Colt去年就因为在网路上 发表激进言论遭警方和FBI证讯过 CNN指出这是今年第45起校园枪击案 也是目前为止最严重的 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以及白宫都出面谴责这起枪支暴力事件 TBBS新闻综合报导 而来看呢其实距离每选倒数呢时间过得很快 再两个多月就要正式登场 目前两个人的民调数字怎么样呢 这是CNN做的一份最新的民调就发现呢 还是咬得蛮紧的 我们来看几个比较关键的摇摆州 在威斯康星州呢 克锦利支持度50% 跟川普的差距是拉到了6个百分点 那在密西根州呢 一样也是领先5个百分点 不过在亚利桑那州的部分 好像川普呢开始又占上风了 支持度有49% 贺锦利只有44% 那另外在这个乔治亚 宾州还有内华达两个人则是平分秋色 所以看起来呢 各自拿下了一些摇摆州的据点 但是呢其实整体看起来呢 其实差距并没有到非常的大 那川普现在攻击贺锦利呢 主打的都是所谓的经济牌 他认为呢 贺锦利讲的一些要支持中产阶级的政策 其实实际上是很难执行的 所以呢 接下来有几个重要的经济的数据指标 可能会影响选民对贺锦利政策的判断 包括呢在9月6号呢 公布了美国的就业报告 那到了18号 一直我们说要降息 降一码还是两码呢 到时候联准会的利率决策 就会来正式公布了 所以到时候呢 未来两个礼拜要怎么看川普跟贺锦利 在经济上面的一些论述 可能呢 这段时间都会是关键了 那川普他攻击贺锦利主要的这个论点就在于 他说呢 假如贺锦利当选的话 到时候呢 整个美国会出现像 1929年一样的经济大萧条 认为呢 当时的这个惨励的状况 应该没有人想经历过一次吧 那票就不要投给贺锦利 不过如果您还记得的话呢 川普在2020年大选当时也讲过类似的话 他说拜登当选的话 美国的股票就会崩盘 不过媒体翻出数据发现呢 其实在八月份 美股才两度创下历史新高 在支持者的热烈欢呼下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来到福斯西温网主持的市政厅节目 一开口就出言恐吓 只是川普的这番言论 在2020年大选时也讲过 川普威胁 若他没当选 美国将陷入经济萧条 然而在拜登的执政下 股市既没有崩盘 反而在八月底 道琼指数还连续闯新高 至于贺锦利也提出经济政策 贺锦利也端出富人税 将对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 征收28%的资本利得税 比拜登克征的39.6%少很多 而美国司法部则以试图干预美国大选为由 起诉俄罗斯媒体Russia Today旗下两名员工 拜登政府也对俄国官媒的 实名个人和两个实体实施制裁 包括限制入境 TPBS新闻综合报道 大家喜欢去日本玩吗 日本其实一直是呢 不止台湾人很喜欢 现在全世界的旅客好像都往日本去了 不过如果这些外国人呢 在对待日本的商店店员 或者是呢 跟一些这个商家做接触的时候 有一些行为 让这些当地人感到蛮困扰的 是我们俗称的奥客 所以现在日本政府打算要出手 来打击这样的情况了 这是他们最新制定的防顾客 骚扰法案会在东京的议会来做审议 如果正式通过的话 在明年4月份就会正式上路了 主要呢会希望呢 这些顾客们 你必须要努力注意自己对从业人员的言行 指的是呢 不能好像非常傲慢的去谩骂 或者是教训工作人员 也不能够提一些不当的要求 那这个草案它限制的范围 不单单只是企业或是商家 也包括公部门 所以呢其实呢如果顾客骚扰的时候呢 他们建议企业必须要尽快采取一些行动 来保障员工的安全 那对于顾客需要采取要求停止等相关的作为 都必须要呢非常具体的来提出 但是其实 不只是说对电源不能够有一些这种无理的要求 其实走在日本的路上 在旅游的当下 旅客有一些行为可能也要特别留意 不然看在日本人眼里会觉得其实不太舒服 有一些文化上的禁忌 我们把它分成好几个类别来讨论 第一个来看呢就是在交通上 日本的地铁很方便 但是呢很多人不注意在地铁上会大声的讲电话 这对日本人来讲呢其实还蛮冒犯的 再来就是地铁上千万不能够吃东西 还有坐下来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碰到别人 避免去伸展肢体 这是对他人的一个尊重 那真的必要要说话的时候尽量也要轻声细语 再来就是用餐的礼仪 其实在日本呢不像在欧美国家 吃饭是不需要给小费的 那另外就是呢在吃完饭之后建议呢 可以稍微把桌面清理一下 对清洁人员来讲其实呢也是一个比较贴心 跟礼貌的行为 另外就是使用筷子 但台湾人可能大家很熟悉使用筷子 不过对于一些西方的游客来讲 有些人会直接把筷子插在碗里面 那这对日本人来讲会觉得让他们联想到丧礼 是一个其实呢不太好的这个画面 也是触犯到了一些禁忌 那再来就是去参访日本这些 具有文化底蕴的神社或是寺庙的时候也要注意 有一些地方其实是禁止游客通行的 或是很多人希望呢旅游可以拍一些照拉留作纪念 不过如果你不确定到底对方愿不愿意让你拍的话 建议呢还是不要随便拍 再来呢是在一些这个大自然的风景区 比如说去赏鸣 接下来呢秋天要去赏风的话 也不要去轻易破坏呢櫻花树或是枫树 这些呢旅游的这个NG行为整理给大家提醒您要做一个参考了 不过其实我们刚刚讲日本呢现在呢 特别是在疫情过后迎来非常非常多的游客 所以到机场去您可能会感觉到怎么通关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呢 所以日本政府现在推出一个预先通关的新制度 预计在明年1月开始台湾旅客可以优先使用 我们现在在银座的商圈 然后这条非常的热闹 现在我们锁定的是香水店 热闹高级的银座百货公司林立 网红皇室兄弟 趁暑假直飞日本东京 到精品时尚一级战区 找城市限定香水 主要是找香水 因为呢现在夏天 我们要找一款就是比较适合夏天的味道 香水是不少人到日本旅游会特别入手的购物清单 继疫情解封后 皇室兄弟已经飞了九趟日本 雪季的时候去了北海道滑雪 然后去冲绳 然后也有去大阪自驾的自由行这样子 然后有来东京蛮多次 台湾人超爱去日本旅游 不仅食物好吃也非常好购物 但大批观望客到日本 也让一线城市机场变通关地日 光排队通关就要一到两小时 我记得我前几个月来 我们只要一个小时入关 然后这一次要将近两个小时 还因为我在环球 就越来越长 都说怎么还没有出去 因为日本有些店是比较早就关门的 如果你卡了一些出镜的时间 就会有一种 损失掉一点旅游的那种时光的感觉 来到关西机场 出镜人潮非常多 今年4月 国际线外籍旅客人数达到159万人 创30年新高 国际旅客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 排着长队 得提前好几个小时到机场 等待办理分机手续 旅游达人建议 若不想排队 可以选择二三线城市机场进出 避开拥挤人潮 提升旅游品质 东京周边的话就是池城县的那个池城机场 那如果是说九州的话你可以选左鹤啊 那你就一边玩当地 然后就是反正我们旅游一定有想看很多东西嘛 可能郊外东西你有没有想看的 你就先玩郊外 然后再玩到东京 最后再从东京的机场出去的话 你还是可以购物 就是你两个目的就可以达成 而为了缩短外国旅客入境通关的时间 日本政府将推出预先通关新制度 预计明年1月起 优先适用台湾旅客 会再逐步扩大到其他国家与地区 但游客挤爆日本 曾经困扰日本的过渡旅游问题 也再度浮现 大阪知名地标 顾立国跑跑人 去许多观光客 来到日本拍照打卡的景点 根据日本观光局的统计 今年上半年访日的外国旅客 已经高达了1778万人次 创下历史新高 但外国旅客蜂涌而至日本的观光地区 人数已经远远超越当地负荷 也带来观光公害 大阪主要商业区的道顿窟商店街 观光人潮挤满街道 虽然有设置多个垃圾桶 但旅客太多 清洁人员来不及回收 垃圾散落在垃圾桶旁 爆料的观光客为商家带来前朝 但也带给当地居民 庞大的垃圾处理问题 像日本是一个垃圾分类非常分明的国家 可能在自己的国家没这个习惯的时候 就造成他们的垃圾比较多 或者是说把大型的行李仪器的东西 直接放在饭店里面 因为他们这样子回收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都是要收费的 所以也会造成他们饭店方蛮多的困扰 日本当地居民也坦言 热门景点挤满的观光客 的确带来不变 不仅交通不顺畅 居住环境更大大受到影响 还有 哪里都会有很多人 现在住在大阪 还有 父母有孩子 所以人混得很难 像如果我们就以进度为例 像我一个朋友在那里上班 他从停车场 要走到他上班的地方 每天都要花20分钟 他就会觉得这个压力很大 然后像有一些人的门口 就会特别要留一张很大的海报写说 不要在我家门口吃东西 我们自己要注意礼貌 不要一副就是我们就是观光客 我干什么就是会被原谅 不要这种心态 如何在人文与人潮间取得平衡 是日本政府当前迫切要处理的问题 但外国观光客 也得尊重日本文化礼仪规定 当个友善的旅客 日本的美丽和文化才能长久保存下去 TVBS新闻 黄冠伟 刘燕轩 日本东京大阪采访报导 而去韩国首尔旅行的游游客 碰上了这样子的很糟糕的经历 他说他当时是在汉南大桥附近的蓝泪辆计程车 一开始是坐在后座 不过司机却要求他坐到副驾驶座去 所以他当下其实没有想太多就照做了 不过坐到司机旁边之后呢 对方竟然开始对他毛手毛脚呢 甚至还摸了他的私密处 让他觉得非常不舒服 当下在韩国其实也有立刻去报警 那回到台湾之后呢 心里还是过不去 现在要寻求资商的协助 也希望能够透过分享这个经历 不要有第二位的受害者 日前有民众前往韩国首尔旅游 途中坐计程车 遇上中年男司机毛手毛脚 尽管当事人不断地用韩文拒绝 换到副驾驶座 但司机依旧拉着手不放 当事人无计可施 无奈换到前座 没想到这位司机变本加厉 不止行驶过程中 不断抚摸当事人大腿周边的部位 还持续言语骚扰 上桥的前一刻 他突然间车子停下 跟我讲说叫我去前座 当然我一开始是拒绝了嘛 但是呢 他并没有因为我拒绝了 就是停止他 要把我拉去前座的这个动作 断了一直言语的各种威胁 没想到他之后就是开始 身体的触碰 如果还是胸部 手大腿 甚至是我的下体 当事人也接受采访 还原了性骚扰过程 他说当时跟朋友 在离泰院的餐酒馆吃饭 5月26号清晨结束聚会 随机拦计乘车 独自要回饭店 没想到途中司机 在汉南大桥上 要求他后座换到副驾驶座 过程中还不断触摸他的身体 让他相当的害怕 抵达江南区住宿地点后 下的马上报案 当事人说 独自在韩国人神地不熟 尤其司机还挑在 车流多的桥上 强迫他换位置 就怕发声不测 不敢轻举妄动 而报案后 尽管韩国的警方 寄信回复 会将这位司机 以猥胁罪名 移送韩国检察厅 但是伤害已经造成 当事人也提醒大家 旅游多加注意 不要再有人受害 另外也希望外交部 能够帮忙他 协助案件相关的处理后续 TVB的新闻 从医疗反应台中 采访不到 最近台湾的天气 好像是秋老虎 特别的热 而在大陆 也有很多个地方 一样天气是出现了高温 像湖南长沙 有家长就自掏腰包 买冰块来帮孩子降温 另外很多秋天 韬客喜欢吃的大闸蟹 也因为今年气温特别高 所以来不及在 中秋节前上市 教室地板整齐放着 巨大冰块 大陆湖南长沙 热到翻 高温天气 逼近40度 然而有些学校 没有冷气 学生们热到 冻不为雕 爸妈心疼不已 出手自救 买冰块是 家长自发买的 因为温度太高了 但是里头有些的 有空的有些没有 看看啊 长沙如今是一冰难求 制冰厂冰块被抢购一空 各长沙它全部需要 我是小学 它这个是家委会 他们组织的 昨天今天 甚至于一个礼拜后就定了 我正常的一天可以生产三万条 现在一天要到五六万七八万 公布已经扣得到了 然而冰块降温只能解决一时困难 长沙多家学校就宣布 放假三天来避暑 多了就是捞起来 再重新再放草 所以今年的螃蟹 扬城本要高 所以量没那么去年多 遭遇高温考验的 还有韬客最爱的 扬城湖大闸蟹 百分之六七十 才刚完成最后一次脱壳 逼往年延后半个月 第一批蟹预计要等到 九月二十五号左右 中秋节过后 才能上市 目前蟹宝宝规格 每只约中三两 损耗要比往年 多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 现在刚刚退完壳的 这个母蟹三两 这个公蟹大概四两 高温导致湖区水温 最高接近四十度 水草容易腐烂 养殖户每三天 就要补充水草 损耗和成本双双增加 消费者要品尝 扬城湖大闸蟹 价格要比往年更高 肉质同样鲜美的 江苏太湖蟹 也因高温 退壳时间推迟 预计九月十五号上市 产量预计在三百八十吨左右 又水产店家表示 预计今年以 二点五两的母蟹居多 三点五到五两的母蟹较少 TVBS新闻 肖明镇 蔡一杰综合报道 不过大陆 广东跟海南沿岸 现在要担心的是 摩羯台风直扑而来 也可能会成为十年来 侵袭中国大陆的 最强台风 巨型紫色闪电 照亮漆黑夜空 超强台风 摩羯将直扑大陆 广东和海南 四号晚间 海南大学上空 就出现电闪雷鸣 滚滚惊雷 学生们发出尖叫 广东深圳三号晚间 也出现雷雨大风 大型冰柜被吹着跑 铁门像纸片一样 在风中摇摆不停 摩羯台风可能成为 十年来侵袭中国大陆的 最强台风 大陆气象单位预测 5到7号 南海海面可能会有 15到17级强风 首当其冲的海南岛 如临大敌 所有旅游景区立即关停 海岸援警总队也提早部署 将实行24小时 全天候待命 通过人巡车巡 视频巡箱结合的方式 全力排查 安全隐患 香港也严正以待 5号约有38班航班取消 傍晚将改发8号风球 学校6号停课 摩羯台风 冲闯菲律宾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摩羯台风 预计7号下午 登陆越南河内 当地政府也已召开 线上会议 做好方台准备 TVBS新闻 小明镇蔡一姐 综合报道 英国伦敦的格兰菲塔公寓在2017发生了大火 当时夺走72条人命 现在调查报告出炉 原因出在呢 参与大楼维修的施工业者 他们宣称包材是防火的 不过事后被拆穿 竟然是骗局 暗夜中烈火狂烧 每层窗户都透出火光 浓烟只窜天际 2017年伦敦西区格兰菲塔公寓大楼 发生大火 夺走72条人命 当时大火震惊英国社会 时隔七年火掉结果终于出炉 长达1700页的报告中 罪魁祸首认定是参与大楼维修改造的施工业者 业者宣称包材防火 但实际上并不安全 而事实上 英国政府对于包材并不安全一事 早就知情 格兰菲塔火灾幸存者至今仍然气愤 对于火掉结果并不买账 英国首相施凯尔也出面 代表政府道歉 我希望与美国政府的反应 火掉结果出炉 当天伦敦又有一栋高楼住宅 起火 塑性 五人受伤 伦敦市长表示 企业的贪婪 酿成悲剧 然而伦敦目前还有超过1300栋建筑 都存在类似的安全问题 尽管格兰菲塔火灾终于告一个段落 但伦敦建筑的安全性问题依旧没有确切改进 特别新闻 总部报道 极端借口正在影响全世界 像是在尼泊尔的偏乡 展望会呢 他们教当地的居民从一桶猪开始 学习如何自给自足 雷射烘龙龙作响 暴雨突然来袭 这是我们在尼泊尔采访日常 气候变迁才6月 尼泊尔雨季提早来 让当地社区面临挑战 农业是尼泊尔经济密卖 全国2500多万人口 2000万人务农为生 但12毫雨滂沱 12长期干旱 粮食出现危机 价格上涨 形成恶性循环 解决当地生计问题 怎么办 他们从这只猪开始 别小看这只猪 可是支撑了一家人的希望 他是卡比塔先生到外地工作 独自带着三个女儿 孩子之前因为家里穷困 甚至出现营养不良 但就在两年前 卡比塔参加了展望会的脱贫方案 获得一只猪 从教他饲养开始 到逐渐有能力卖足赚钱 卡比塔现在又投资山羊自行车 扩大事业规模 陆续增加收入 改善家里经济 或许我们很难想象 像是卡比塔的一家人 包含他的三个女儿 他们就是住在像这样子的狭小的空间里头 其实都已经快要跟我的身高差不多了 而他们晚上包含睡觉 以及小朋友念书 都是在同一个空间中 三个女儿分别 十岁 七岁 和三岁 懵懵懂懂 但在他们心中都有个愿望 妈 都在这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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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脱贫方案 这样的脱贫方案 主要是针对生活在贫穷线下 也就是每天生活费不到2.15美元 相当于台币70块的人 除了开元也要节流 把钱放进箱子里 他们正在执行的是储蓄小赌计划 每周固定一次聚会上缴50到250块日币 我们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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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以色在地妇女 事上根据联合国统计 妇女因为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困境 面对极端气候或灾难 往往受到更大冲击 现在有了储蓄 妇女们除了能开展生意或是学习技能 万一遇到经济状况 也可以变成贷款使用 让自己有能力应万变 不但因为欠缺调适资源能力受到冲击 妇女们的梦想有了后盾 TVBS的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